这点清凉的盒子 咱们做一个皮蛋豆腐 豆腐扣在盘里 一扣 豆腐扣 出来了 我贴成三角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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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在碳上 我们把苹果的装饰花 把苹果点缀在中间 我贴成三角片 药打的皮 咱们再蒸上它 扣上盖 蒸它20分钟 我贴成三角片 山药蒸好了 咱们给它捣成泥 可这叉子一摁就都碎了 一摁就碎了 咱们就是调上料 咱们来点鸡粉 蚝油 加点白糖 我们用秋葵来做一个小帆船 现在修一下底根 船头一定要修整得漂亮一些 给这个头切一半 不要切断了 从船尾的底部开始切 切一半往下走 咱们前面不是切了一半了吗 就到那就可以 一定要慢一点 别切坏 切到船头这个树杠这就可以了 咱们现在把船尝这个籽 咱们给它去掉 一定要慢一点 别把它破坏了 它这里边的芯挺硬的 一定要注意 拿尖刀 一点点走 咱们用手轻轻把它抠出来 一定要不要把船帮给它破坏了 现在做个仓庞和里头 把这个仓庞给它添满 把这个仓庞给它添满 现在呢 现在呢就生产那个船 船的番 切成非常薄非常好的片 现在就要把它给它做 但是我们用来做个仓庞 做仓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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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梅 放下水了 我们的船要提航了 先用西红柿做两个鱼 小西红柿一切两半 给它做一条小鱼 西红柿切两半 前边是作为头 后边切两半 作为尾巴 这眼睛底是秋葵 眼睛就是胡椒粒 我们就把船下水勾芡了 现在做一个透明汁 就是透明汁 就得用透明 就放一点盐就可以了 热火这个勤柿 这样一冒泡 好了这就可以了 看 现在咱们就把浮水注进去 水少 咱们自己就把握着就可以了 看 它就亮起来了 咱们这个一帆风顺的船 咱们就完成了 咱们做一个八心豆腐 咱们来一个八虾豆腐 这个韭菜 把这个虾豆腐给它捆上 你积一根 不够粗吧 你再积一根 积两根 它就好了 越多吧 反差的 跟这个白的豆腐 反差的大 就好看了 就好看 韭菜 你得焯一下 要不太硬 你就 叠不上了 来一朵 四开 非开的梅花 下面咱们来 浇一个彩汁 汁来了 咱们该 往上浇了 你要想 颜色重一点 你就多加点酱油 你要想 又香又浓 就多加点蚝油 咱们这个八虾豆腐 咱们就做成了 今天呢 我给小朋友们做一个 绿色食品 山药冰淇淋 咱们这料呢 咱们蒸好了 给它 倒成泥 山药呢 煮呢 蒸它二十分钟 煮烂了 它好 那什么 好的成泥 那一定要 搅拌均匀 多搅拌 搅好了以后呢 搅到这个盘里 整成塔形 给它做成 螺旋形 螺旋形 都可以 这个 撒上果酱 你有那个 蓝莓果酱啊 草莓果酱啊 各种果酱 你都可以 孩子们喜欢吃甜 就给它 糖吃多了 多个点蜂蜜 还有冰淇淋呢 咱们就做好了 更像一个富士山呢 好 好